突出重围 突出重围 环节规则 此轮共五道题 朝一团同时答题 五题回答完毕 全部答对 且速度最快的五位选手 进入七步之遥环节 这五道题啊 都即将出自我们要播放的一段 武侠经典电影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功夫 两个字 一横一竖 错了 躺下咯 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 走江湖 靠的是人球 讲信讲义 硬下来的就要做到 不讲信仪 可就玩不长了 你觉不觉得学武功的人都很悲哀 无助 武掌 无硬 不变 不知不知 舍几穷人才能果实人呗 将你一点做人处置的道理 学的不好的 随时会找杀身之后 学的好的 不是想挑战更高的好手 就会成为重视天定 请听第一题 请听第一题 电影《卧虎藏龙》中 罗小虎环鬼 玉蛟龙的定情信物 是以下哪种物品 A 笛子 B 玉佩 C 香囊 D 梳子 请作答 好 答题结束 正确答案 请看大屏幕 答案是D 梳子 我们来看看现场 超迷团的答题情况 好 一下有29位答错了 这个小细节 可能当时被大家所忽略了 因为这部电影 还是非常的精彩 来吧 我们继续答题 请听题 电影《英雄》中 无名练就的剑法 在几部之内 就可以刺杀秦王 A 七部 B 九部 C 十部 D 十五部 请作答 好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C 十部 这又是一道细节题 对 你不看你断然无法判断 是 我们看看这道题答完之后 还有多少选手 可以进行到第三道题的 回答的竞赛环节 三十七 还好吧 比刚才第一道题 牺牲的选手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请选手继续听题 双结棍是李小龙 使用过的标志性兵器之一 请问 他首次展示双结棍绝技 是在下列哪部电影中呢 A 金武门 B 猛龙过江 C 唐山大兄 D 龙争虎斗 请作答 好 答题时间到 正确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说到这个李小龙 应该是让西方人 认识中国功夫的第一人 当然了 包括后来的成龙 李连杰 会有很多很多的 华人武侠影片当中的剧情 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 但是李小龙是太过特殊的 历史年代 而且当时创造的票房记录 其实现在看 仍然高山扬子 李小龙的出现 第一是特别自信 第二是不同于中国那种 过去的长山武侠时代的那种 比如说老成持重 他自己从来没有 把他自己定位为一个 功夫演员或者武打演员 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一个武术家 所以说他的这种视野 他的这种雄心 就决定了他 他在荧幕上会呈现出一个 前所未有的那么一个形象 这道题目之后 还有多少选手 可以进入到第四道答题 这还是只有一位答错了 这答题成功率非常高 非常高 好 超迷团 请继续听题 电影《笑傲江湖》中 《笑傲江湖》的琴谱 被误认为是下列 哪本武功秘籍 A 避邪剑谱 B 葵花宝典 C 独孤酒剑 D 酒音真经 请作答 好 答题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回花宝典 看一下这道题的答题成功率是多少 只有一位没有答对 这位不知道平时练的是什么功 这没答对 进入到最后一道题的争夺 黄飞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请问以下选项中 出演黄飞红次数最多的是哪位演员 A 李连杰 B 关德兴 C 赵文卓 B 成龙 请作答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像是一张图片 一张老照片 正确答案是B 关德兴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是当年剧组的全家福吧 是的 肯定是黄飞红题材的 这个黄飞红的电影 过去20年我们看了不少 但如果告诉你 关德兴当年 他自己拍的这个黄飞红电影 能达到70多部的时候 你肯定恶然啊 我想问两位老师 关于这黄飞红题材的电影 百部以上一点问题没有吧 出演次数最多的 那毫无疑问是关德兴了 因为他是这个开创者 他从1949年开始 他作为演员和胡鹏导演搭档 然后就是几乎是 一年移过了两部这样的速度 连着拍了 一直拍到六几年 我印象中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成本也不高 制作也不大 那个时候最快的是 以前是叫七日仙 七日仙 七天就拍完了了 市场啊 制作成本啊 是有限的 那时候那个套招啊 怎么打啊 都没有现在那么严谨 演员全部又会打的 快上场 就自己打 有时候的演员跟演员 很多冲突了 打着打着就拍完了 没拍完啊 打打打打打 两个就 打极了 真的打了 就真打了 打极了 会功夫的演员呢 大家都 谁都不负谁了 真打的真的是不好看的 真打不好看 那里没有电影感嘛 对 你跟人家 好像在街上 看着打架一样 没电影感的 后期呢 就发展到 又有一个武术指导 来统一动作了 所以有武术指导 好处在这里的 这就是武术指导的 意义所在 在武侠电影当中啊 今天很感动啊 有武侠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其实美国呢 有意大利人拍的 美国往事 我们其实也有 我们的中国往事 黄飞鸿系列 他的英文名字 就叫 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就是讲的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男生如果在武侠片中 看到的更多是 女生可能很多 看到的 这都是情 就像《悟虎藏龙》里面 还有像《生死绝》导演 程晓东 我最爱他的影片 其实是欠你幽魂 就不同的人 会对武侠 会有不同的感触 男生女生都可以喜爱的 谢谢 好 谢谢各居所需 这时候 这时候看看最后一道题的答题状况 刚才是有36位对第五题作答了 我们看看 有多少位答对了 33 成功力很高啊 很高很高 刚才规则讲了 不仅是答对 而且是答快 所以我们综合了一下五道题答题状况 看看哪五位是最终的幸运者 来 请出我们的五位超级影迷的名字 来 好 谢谢 26号 穆毅 29号 陈率先 欢迎 45号 沈杰 49号 李东 60号 陈玉民 中后五位选手 4号 5号